你好 欢迎收看7月10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陆宜慧 花莲眼科资源大部分集中在北区 对中南区的民众是就义不方便的 导致偏乡没有办法及时发现到眼睛的病变 国际社会台湾总会MD300 集资争取经费 捐赠了新台币480万元的市例 筛检巡回车给花莲 也结合花莲县远远校友会 及国军花莲总医院医疗网络 期盼未来进行偏乡巡回 让更多长辈和孩童 可以获得更好的市例医疗服务 国际师子会台湾总会MD300 在总监议长郭里桂香号召下 室友们集资上师子会国际基金会 及财团法人台湾师子会基金会争取经费 5日在花莲县卫生局 捐赠市价新台币480万元的市例筛检巡回车 结合花莲县远远校友会 与国军花莲总医院医疗网络 将前进偏商社区巡回医疗筛检服务 1922年在我们国际远远上 我们海伦凯乐他登高一呼 呼吁我们师友要成为解救黑暗的武士 开始我们就定位在市例 所以市例就做成我们最大的主轴 我们边远地区 他们带中山医学院一些学生 去帮他们的市例筛检 那我们师友他们配合来服务 这样开始地帮他们老年人检查员 他的清光眼一些眼睛的问题 还有小朋友他们帮他检查到 有没有弱势裸势需要送医院的 还有他们尤其是那个近视 就帮他们检查出他们眼睛有问题 我们就出钱帮他们把那个眼镜送给他们 送给那些小朋友 让他们家长感受到说 我们师子会真的有在关心老年人和他们那些小朋友 从这里延期的 那尤其失明 糖尿病的眼底病变 更是一个会对糖尿病患者会发生的一个问题 那怎么样早期诊断早期治疗 那对于他以势力的保健 这些势力的存留是有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我也知道我们师子会里面 本身就有一个势力保健的一个任务 那因此呢 这一部车的捐赠不仅符合我们北区的需求 也是更符合我们师子会的宗旨 所以我想非常谢谢这个议长 还有我们所有总监的支持 让我们在北区有一部这样的一个眼科巡回医疗车 而且这部不仅是车子 各位可以看到我们后面这些设备 都是最先进的设备 那我想对于我们偏向的眼底保健 真的会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注意 郭里桂香表示 势力保健是国际师子会五大置业重要服务项目 透过多功能势力筛检巡回车 发挥行动医疗使照护更贴近生活 让长者孩童免除舟车劳盾 就近接受相关势力检查 期盼能早期发现眼睛疾病 让更多乡亲受惠造福花莲地方 记者长方夜华理事报导